近日,我国多立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一系列网络暴力犯罪案件 包括网报、侮辱、诽谤、寻衅滋事等行为 这些犯罪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和个人权益 11月28日,公安部公布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时期典型案例 有效保障了社会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江苏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张某雇佣网络水军网爆他人案 这一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名誉和人身安全 四川公安机关也侦破了陈某某犯罪团伙侮辱他人案 他们冒名填写被害人器官捐赠信息 进行恶意攻击和侮辱,造成严重的精神伤害 浙江公安机关破获了张某这些犯罪分子散布谣言 诋毁他人,扰乱了社会秩序 江苏公安机关还成功侦破了陈某某通过网报手段吸粉引流案 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网络环境 还对社会造成一定影响 广西公安机关成功破获了王某某犯罪团伙寻信滋事案 这些人以网络为平台进行无力取闹,扰乱社会治安 同样,江西公安机关也破获了胡某甲寻信滋事案 这些犯罪分子恶意挑衅威胁他人 对社会造成了恶劣影响 此外,山东公安机关成功侦破了宋某某犯罪团伙 非法利用信息网络案 这些人利用信息网络进行非法活动,破坏了网络安全 山西公安机关破获了郭某某 寻信滋事案 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安全 广东公安机关查处了雷某某侮辱他人案 该人使用网络媒体公然侮辱他人 严重干扰社会秩序 湖南公安机关查处了李某某侮辱他人案 他的言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公安机关表示 网络报 立犯罪行为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和社会安全 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 呼吁广大公众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